事不宜遲,都知道我有少許長氣,不好意思,Samuel等我急來 簡單地給我講Samuel,可能簡單介紹一下他 Samuel前介紹自己和分享之前 Samuel是動感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的一個創辦人 英文就是Emotion Technology Common Individed 其實是很厲害的,是我們電商十大大人 十大大人,全國那麼多電商的其中十大,裡面最成功的十個 是很厲害的,在平台上已經做了九年了 大家可能很好奇的背景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特意注重品牌產品 特意放大了四日子,還要白色了 原因是因為,我想很多的客戶都會去想 當然,我想如果有其他廠客 今天應該都合聽的,因為大家都有交流交流 剛剛分享也對的 意思是說,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品牌產品 我不跟一些傳統香港的供應商或者怎樣拿貨 而我要跟一個電商商戶去拿貨 其實裡面是有很多的經驗 資討我分享的 稍後會交時間給Samuel Samuel另外,其實他主要從事的行業 也有一些個人護理的產品 消費品 類似一些叫做美白的東西 牙筆 又或者一些叫做個人護理的 他都有做的 很厲害,兩個人 他們起家的時候只有兩個人而已 所以大家就不用覺得,做電商是不是一批人 一對人去服務 其實不是的 兩個人而已 都很厲害 第一年就做到七位數的成績 是九年前的七位數 大家計算一下,應該知道很厲害 第二年已經很厲害了,八位數 直到現在每個月都保持著這個成績 不吹捧Samuel太多了 因為Samuel讓他自己 一會兒再去介紹他的經驗 我想大家都會很相信 在裡面獲得的機會 或者Samuel這段的經歷 好 我們今天之後的環節 也邀請了 Thomas 我們這些香港的區域經理 就會跟大家幫忙 做一個訪問Samuel 我們這個重量級嘉賓的一個訪問者 對了,那我交個時間給Thomas 謝謝你 我先休息一下,待會見 謝謝Daniel 謝謝Daniel Speaker OK Hello,Samuel,聽到嗎? Hello,Thomas 聽到 線上的朋友應該都聽到了 因為剛才是Daniel說的 多謝Daniel剛才給他介紹 那麼 我也要介紹一下 我自己是Thomas 那就是阿里巴巴的區域經理 香港區域的區域經理 那麼今次也很榮幸 可以跟Samuel做一個線上的訪談 就是平時可能 我之前也聽過Samuel的一些分享 包括現場的分享都有試過 就是之前一些表演等等 今次我們換個模式 大家輕鬆一點點 大家就叫做一個訪談的模式 大家聊聊天 那麼 今天雖然我們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本身原本約了Samuel 應該可以大家親身見面 一起跟大家去做一個 叫做線上的直播 不過因為今天疫情 所以在這裡也希望大家 注意身體 身體健康 那麼 希望視視順利 馬視正義 好嗎? 講到這裡 剛才Daniel 剛才其實也有介紹一下 所以我也 直接進去 就直接跟Samuel去做一個交流 那麼我想很多商家 我不知道之前可能有些商家 即是日線上的朋友 有沒有聽過Samuel之前的分享 那麼我這裡也略略介紹一下 Samuel的產品 那麼其實他們公司的產品 主要是代理 剛才Daniel有說過 就是品牌產品 而品牌產品裡面 是一些個人護理產品為主 是的 所以這個 我想很多人也認識的 不過我就不特別說什麼品牌 但是可能Samuel也會說得到 不如我想大家線上的朋友 也很多 今天是為了來聽Samuel的分享 而來的 所以 其實我想 我循例也要問一下一些 基本的一些 背景性的資料 也想問問Samuel 首先先問一下 你們加入了阿里巴巴多久呢? 雖然剛才Daniel說 也很長時間 還有 為什麼當時會打算 選阿里巴巴去做B端的跨境貿易呢? 還有其實現在 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剛才Daniel也有說過一下 講到你們的生意很厲害 譬如現在 阿里巴巴的生意的佔比是多少呢? 佔你們公司的比例是多少呢? 還有一些可不可以有些例子 是的 不如也請Samuel可以去分享一下 我們公司在2013年 加入阿里巴巴 應該大概有9年時間左右 加入了阿里巴巴 為什麼會開始做這個 阿里巴巴的B端單位呢? 也挺有趣的 就是 一開始我們都是做一些線下的批發商 一開始是 那就是 收到一些電郵 阿里巴巴邀請 去聽他們的討論 一開始都逆抱著市亞的心態 去進入這個跨境貿易 online的世界 因為我們一開始本身只是做香港線下的 那就是透過阿里巴巴才開始做線上 而且是將它賣去世界各地這樣 那一開始都是 雖然那個年快有點貴的 但是一開始都覺得可能幾萬元 那都值得一試 嘗試一年 嘗試一年都無所謂 最多都是虧幾萬元 那我就開始了現在這個阿里巴巴的業務 那你說現在佔的比例大概 阿里巴巴上面找到的生意 我想都佔公司接近一半的生意 50%了 是的 是的 那這樣就 還有沒有做其他地方的 平台呢? 有沒有做其他平台 或者是譬如你們 你覺得 譬如2b to c 因為你們 現在主要是做2b 但是2b to c 我知道你們也有接觸一下 有沒有一些心得可以說一下 除了阿里巴巴Bto b之外 我們就有做Bto c的自己網站 但是我們就沒有做其他平台 譬如說eBay 或者是其他平台上面的 大平台沒有做 所以其實你們也很專注去做Bto b 或者專注做阿里巴巴這個平台 另外就靠自己的一些網站的運營 去做C端的一些行業生意 是的 Bto c的生意其實也是 由阿里巴巴的生意和數據的 因為本來我們一開始說我們做線下先的 接著就去發展了網站的Bto b 透過拿到Bto b的數據 再去做Bto c的生意 所以Bto c的部分其實也是由Bto b的那製造出來 明白明白 好啊 不如我再挖心多一點 因為今天難得請到Samuel過來 當然大家想多點了解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我挖心多一點 譬如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貴公司其實每年 大概新客人可以找到多少個新客人 就是透過平台 透過阿里巴巴平台 可以找到多少新客人 另外就是這些 我不知道可能會不會是這些客人 會不會是哪些地方的客人為主 或者可能你會覺得 你有過一些例子 哪些地方的客人 原來也找到的 挺有趣的 這些都可以分享一下 還有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譬如這些客戶 通常他是類型 譬如可能他的訂單的金額 他會買多少貨 這些 都可不可以 分享一下給我們線上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原來 在平台上可以找到不同類型的客戶 如果一年大概新客戶找到 超過100個左右 即是真的做得整個生意 這樣 分到在什麼國家 每個月都不一樣 每個月如果新客戶 接著都有 起碼可能8個、9個客戶 10個左右 如果真的做得到新的客戶 如果是在什麼國家多 我們這些產品是因為製造在美國 所以我們這些國家主要買到歐洲和東南亞 什麼國家特別一點 我之前都沒聽過的國家 特意去搜尋Google 那些國家在哪裏 都會有的 非洲那些也有 阿里巴巴接觸的翻譯都很廣 飛到進去 嘩 厲害 之前可能沒接觸過 也是透過阿里巴巴的平台 去接觸這些競爭 是啊 是啊 OK 但是譬如會不會說他們 可能每一張單 會有 有沒有一些 法律 可能一張單放多少貨 或者可能金額等等 以前剛剛做的時候 那個數量會高一點 就是每一張單單單的數量會高一點 可能都是說100以上的數量 但是近年就開始越來越 每一張單的數量少一點 可能 主要20件20件地下 可能一張單大概是幾千元美金 這些客戶會多了 所以剛才就 好像Daniel說的 其實現在這些 訂單都會有一個碎片化的一個 現象出現 其實是 但是譬如電單碎片化之後 其實對你們來說 就是說會不會影響很大 或者可能會不會說接少了單 還是反而你是順應到潮流 去接觸更加多的客戶 碎片化了就 其實模式不同了 其實生意額就 很慢地增長 我們就 因為我們那個產品的種類 就沒有特別增加很多 就是同一個產品 但是 買的人不同了 我會覺得是 是的 明白明白 好 剛剛剛剛說到 就是你剛才會說到 其實你們產品 其實都是品牌產品 是Made in USA 就是 你們自己不是生產商 你們都是一個代理商 Trading companies 所以其實 有些朋友都會擔心 其實如果我在平台上 我是作為一個產品代理方 其實我有沒有什麼優勢 或者我怎麼可以突出自己 如果在阿里巴巴上面 去賣一些有品牌的產品 我覺得比起 剛才說的那張廠 或者其他OEM那些形式的 商家的話 會更加有優勢 尤其是你在香港的話 其實那個 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牌 都會在香港有辦公室 或者你拿貨的能力 在香港都會容易一些的 其實 在阿里巴巴上面 如果是品牌的產品的話 競爭其實相對少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能拿到那個貨源 所以那個競爭者會比較少一些 還有那些人 都會搜尋那些牌子的 自動 你就會自然的排名 就會比較高一些 這樣 還有 就算 那些人的銷盤 可能比起其他OEM那些 可能是比較少的 但是那個轉法率也會高的 因為 其實那些人很特定地找到那些東西的 可能假設你說 我知道美白牙齒 有一次可能他搜尋 可能有很多種 Tip whitening 的產品 但是如果他搜尋一個牌子 再加一些東西 其實很特別找到這個產品 所以轉法率也會高一些 OK 對 很 interesting 因為 Sami剛剛剛才也說到 其實 在本身自帶一個品牌 就是本身一個品牌 其實自帶會有一些 比較specific的流量 就是因為 對證 剛剛 就是如果一些 買家 他本身在搜尋這個品牌的東西 其實很直接就已經可以接觸到你們的產品 是的 這就是 平台的一個好處 那麼 剛才你也看過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知道 香港其實有不少公司可能是做一些代理模式的 就是代理產品 代理品牌產品的模式 那麼其實 有一個說話就很重要 就是我們整個電商平台經常都說 要如何選好你們的產品 就是選擇好你們的產品 那麼 剛才Sammy也說過 其實你們本身產品種類不算很多 就是主要都是 那幾款產品 那麼 反而你們的產品種類不算很多 但是 你們會不會說 如何去選擇到一些 叫做優質 最能夠飽滿的SKU 你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去做這個 就是找一些 潛力的品牌產品 如果就是新手藝 我都會建議他們有些 就是一些 criteria 去找那些產品 那讓我分享一個鏡頭 就是可以精準一點說 好 歡迎 可能大家都很期待 看看 Samuel的一些分享 數據上的分享 現在看到嗎 看到很清楚 這個就說回剛才的數據 橙色的就是其他 可能同一個行業的其他商家 看到主要曝光 其實其他人的信息是比較高的 但是 可能他們的信盤 或者最後問的人數 其實跟同行差不多 就是你不需要 做那麼多信息 但是你也可以獲得到 一樣的客戶 所以其實主要想說 如果你是品牌的 產品的話 下一個就說我們現在的模式 剛才說 主要是 B2B的阿里巴巴那裏 批發的業務 然後我們就會將他的數據 可能知道哪些國家是好賣的 就會在那些國家做一些 自建的網站 即是跟其他人在那個國家 你不競爭 再者第三 就是我將一些 可能都是T whitening的產品 再放在這些B2C的網站上買 譬如說一個 可能我做美白牙齒的美白牙貼 可能我會弄一些 假設牙刷 這樣的東西 放在一起買 這個是我們的模式 明白 剛才說到 我們可能找些什麼產品 會比較好一點 首先就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行業的趨勢 究竟那個趨勢是不是向上呢 這樣之後都會再說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找那些比較neech的市場 就是不要競爭 不要那麼大的 就是不會有太多商家在競爭的 這個都會在看數據的時候 會知道 究竟那個東西是不是很hit的 第三樣就是 最好是一些消耗性的產品 因為那個客人才會可能用完之後 再找你購買 如果他一樣東西可能買了一年之後才購買 這就不太好 第三 第四樣東西就是關於跨地域城 這個也挺重要的 就是我同一個產品 我可能知道英國購買之後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模式複製 去德國、法國呢 那就是同一個產品如果他很standardized 不會因應他那個地區或者那個文化有影響的話 那這個也是一個boot的產品 但是最後一樣就是要找一些體積細的 因為現在的運費其實很貴 現在比起COVID之後可能貴了差不多一倍 所以體積少和那個模式複製高才可以遮蓋到運費 嗯 那麼 對啦 所以就究竟怎樣可以找到一些適合的 就是剛才說的趨勢向上的產品 Google Trend是一個好的工具 而且比較簡單的 我剛剛這個新做的 就是今天做的數據 假設你最理想的就是找到一個 一個products 我會定義一個consumable product 所以最好是一些 假設就可能是這個hair serum 那你會看到Google Trend 可能在過去五年 在世界各方面都是向上 那就是說過往五年這個keywords 都是越來越多人搜尋的 那這個是你想找的一些產品 trend是向上的 不容易找到一個產品是trend是向上的 然後他就會在Google Trend 上面會看到可能這些產品在哪些國家 會給予多人搜尋 那你就會知道 你應該在哪一個國家再找這些產品 就是好不好賣 Google Trend 裡面還會告訴你 究竟有些什麼keywords 那些人會搜尋 那譬如可以左邊這些 那你就會知道 哦原來hair serum裡面有幾個牌子是特別大的 那麼左邊頭一二三四五 這些都是品牌來的 那麼我就會再將這些品牌 再放進Google Trend那裏搜尋它們 這樣他可以compare的 那麼我將這五個牌子都放在這裡compare 嗯 之後就會出了這樣的graph 就是說原來 紫色這個搜尋量會特別高的 那麼我知道原來這個牌子 是特別好賣的 嗯 再者就會有一個圖分析說 究竟不同的產品在不同的地區裡面 究竟哪一個搜尋熱度高 就是說在美國那裏譬如說 可能紫色這個 就跟藍色這個可能的搜尋熱度差不多 其他就 國家 加拿大德國 這些全部都是紫色這個牌子 那個搜尋量特別高 嗯 還有他最後就會知道每一個品牌下面 我還會知道 究竟哪些人的key research什麼 就是說這個牌子哪一款產 他可能有很多模特兒 那麼他就會告訴你哪些模特兒會被人多人搜尋 譬如好像現在這裡你就會看到 可能hair growth的serum是特別好賣的 嗯 那譬如你第二個 那就是這個牌子 原來只有印度才出名的 可能這個特異 那我不用看了 因為你想做全球 那第三個就是 只有北美 就是只有美國 只有美國 北美都沒有 只有美國是熱的 那這個我也不會選的 那這個就是剛才最後紫色的特別高 那這個全世界都有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好的產品 就是我會這樣去分析 分析一個 industry 以及究竟做哪一個model 那你找到這些數據之後呢 你才再去 看看自己的供應鏈你拿不拿到貨 以及比較在那個國家裡面的價錢有沒有優勢 是的 這個Samuel剛才給了一個很完整的一個例子和一個流程 就是其實當然這個這個就是大家其實都是需要 就是不是說不是好像真是純粹說打開Google就可以的 剛才Samuel其實也有說過 是需要 Samuel是不是 我按錯了 就是想純粹說打開Google 沒問題 是 叫我回來先 因為應該剛剛 剛剛可能按那個PPT按 不過剛才 Samuel也有說到 其實是需要 不是那麼容易去找的 就是需要花時間 需要真的 就是 老實說做生意一定要親自成為的 就是 就是需要花時間 花心機 以及花一些 就是你自己也要去觸碰 有這些工具也要透過自己一些 就是多一些資料 多一些去思考 究竟哪些產品會比較好 但是剛才 Samuel也給了一個很好的思路 整個Logic 其實應該如何去 選擇一些好的產品 去拿回來代理 或者去做Trading 這樣子 那麼 再接著下來 其實也有些問題想問到的 剛才Samuel也有說過了 COVID-19之後 就是疫情之後 其實的確是一個 我也認識很多香港的商家 其實也有跟我說過 這個Logistics比較貴 就是物流價格比較貴 等等 其實我想這個影響全球 這個不只是香港 全球都是這樣 那麼 所以受到疫情的影響 就是 也可以這麼說 訂單的確是會更加趨向水面 就是可能一些比較小型的訂單 那麼 但是既然市場的走勢就是這樣 既然訂單碎片化這件事 真的已經是以成的事實 定谷了 那麼 Samuel在你的角度 你會覺得 這種我們叫做訂單碎片化 或者叫做小B的模式 就是小型的B類模式 其實 你會覺得 有什麼機會點呢? 小B買街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需求? 以及 對於你們來說 其實你們是怎麼去做這件事? 就是你們的心態是怎樣呢? 都可以 希望請問Samuel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以前都是 比較大的訂單 慢慢現在就越來越多小B 那麼我會覺得 就是 那個趨勢一定是越來越多小B 因為你 因為好像我剛才 越來越多年輕的商家 整個網店我都可以買了 然後 如果本身一個 Local Retail Store 的商家 可能以前他要找一個當地的人去 sauce 現在他就自己關上網 sauce 就直接找到你了 所以就一定是會越來越多這些小的訂單 走出來 但是小的訂單都有小的好處 可能小的訂單就會 可能翻單 那個會密一點 就是大家跟客人的關係會密一點 還有利潤都一定是會比起那些大的訂單高一點的 所以我會覺得是 就是兩種單我都會 做的 但是一定是那個比例會越來越趨向 多一些小B的單 但是小B我又會覺得有時候有些好處就是 因為你跟他關係好 有時候你要想 推買一些產品給他 都會比較容易一些 以前可能其他大的商家你要去賣其他產品 可能他不展示你 因為他純粹是想 就是Marks 什麼產品去 去trade 因為他根本不是最終的銷售給客戶的人 但是如果你跟一個小店 他真的想賣給他的客戶 那整個他想賺的東西又會很不同 還有對於小B這個市場 因為阿里巴巴上面都有這個RTS的channel 就是剛才說的Ready to ship 那麼我們 以前我們只是做大訂單的時候 我們只會放一些很熱門 我們很有價格優勢的產品 才會放上去阿里巴巴賣的 但是現在呢 我會放多了一些 我B to C都會買得到的產品 放上去阿里巴巴的RTS 那麼 所以這一兩年 這個兩個 就是這樣的模式 是反而令我做多了生意 反而是引來一些潛在的商機 是啊 既然是 反正平台就放在這裏了 既然你們也有另外的一些產品 其實都 就算你說可能比較偏向C端的產品 你也可以放上來 放上來 亦都可以引來一些商機 這些會不會有一些具體例子 就是你可能真的試過 就是 怎樣可以引來一些新增的商機呢 就好像剛才說 比如我們買一個美白牙齒的產品 那麼 假設是可能 有一個模特兒 只是可能香港拿貨就比較便宜的 那麼我以前就只是交換那一款產品 但是其實可能同一個品牌裡面 其實它有整個serious的產品 那麼我就會 在香港再sourced這些產品回來 然後放上阿里巴巴買 那就會令到原來不只是這個產品好買 雖然我只是這個產品 它有價格優勢 我以為其他那些沒有什麼價格優勢 因為我還要在其他地方sourced回來 我以為那些是在阿里巴巴上面 沒有什麼 那些人沒有興趣的 誰知道原來放上去都會有一些 碎片化的訂單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價格不是那麼敏感的 都會 他可能 都會想試這些產品 因為每一個地區 他可能 不是 一定是對這個熱門的產品有興趣的 因為根證地區 他自己想 哪個模特兒 他們會自己去搜尋 反而 原來這樣又可以做多了 就是以前做多了以前做不到的生意 明白明白 那 也很能夠感受到 就是剛才Sammy所說的 因為其實我相信就是 最主要就是 你們可以做到那個 就是 首先來講 你們本身是做開國人管理產品 就算是一些同類型的產品 你們當初可能 覺得未必有這樣的需求 但是由於現在訂單水平法的關係 就是大家的貨幣相對來說會比較 比以前 你說很大的貨幣 貨幣相對來說會比較高 價格敏感沒有以前那麼強 所以反而就是 也會真的有一群 也這麼說 有時候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不僅是 我們的供應商或者出口商去求買家 有時候是買家去求我們的供應商 因為 因為說真的 買家的需求 都有很多種類 就是你可以說有很多很大型的 就是賣家也有 或者也都反過來有些中小型的賣家 甚至乎 好像剛才Sammy這麼說 一些比較 真的可能初創 他自己開始的一些公司 他都需要做採購的 他都要找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相對來說 那個供應商 或者他 他能夠避免供應商 就會相對來說 高一點 是 好 如果剛才聽你這麼說 其實 你們接觸這麼多客戶 每個月接觸這麼多客戶 就是說可能 一年都有新客戶 我們正在說新客戶 也可能有超過100個客戶 那麼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們的後台 就是我們的平台 平台的運營 其實需不需要多人走? 因為我想很多商家都是想知道這些東西 會不會有時候 擔心沒有生意 但是有時候很生意的 會擔心 不夠人走 其實你們怎麼部署呢? 如果阿里巴巴的操作 我們現在都是保持在兩個人 做了所有的運運 主要一個人就是用來 即是刊登產品 加應研討論 但是有時候刊登產品 都外出出去做 可能有個人是負責 找產品 然後找到產品 就給一個外出的人 去幫我們刊登 這樣 因為那些 逐一的 展覽 那些做好了 主要那些內容是塞進去 所以 做的事情 就不是特別多的 另外 那個人 主要是 覆客人的研討論 還有那些 直接訊息 另一個人就是負責出貨 接單就幫那個人出貨 所以兩個人就已經做到 所有事情了 除了一開始的時候 開個網站的時候 你要搞那個 公司網站 刊登產品 產品圖片 一些Banner 那些是會需要多一點 少少時間 但是我相信一個月 裡面什麼都做好了 建立每件事 建立好站之後 主要的時間都是去開發新的產品 以及應復討論 我覺得兩個人是絕對做得到的 好 謝謝 那麼 來到這裡 也很感謝Samuel 剛才的分享 那麼 也想再問多一點 其實你們在芭蕾巴巴平台 也做了9年的長期客戶 未來呢 未來你們 在電商平台上 其實你們自己會不會有什麼規劃 或者一些展望 嗯 我們那個未來的規劃呢 就是 繼續發掘多一點 這些 Consumable product 但是才有品牌 因為我是一個貿易商 我也不會 確定自己 我現在只是做 美白牙齒的產品 那我又會可能 究竟 根據我剛才說的 找東西的logic 我會繼續發掘其他 不同的東西 假設我剛才說 Hair Serum 都可以是 找的一個產品 嗯 這樣就會開發一下不同 Industry 的 Consumable goods 從而在阿里巴巴巴上面 如果賣到數據 就是他賣得到的 我就會開始有數據 知道哪些國家 可以再發展那些 B2C的網站 嗯 就是重複 copy回 美白牙齒的模特 去另一些 品牌和Industry 的 Consumable product 明白明白 所以其實 其實整個model 或者你的整個logic 其實是可以生生不息的 就是不斷地去找一些新的 優質的產品 或者合適的產品 跟著就不斷地去 發掘新的市場 那麼 這裡其實背後也都 剛才Samuel 其實從你的說話當中 其實你可以理解就是 其實很多東西是可以從數據上分析的 包括了我相信 除了剛才你分享的Google Trends 也在阿里巴巴平台上 其實你們自己也累積了很多數據 或者可能本身 阿里巴巴平台上也會有機會的數據 可以讓你們去找一些 最新類型的產品 或者有潛力的產品 是的 那麼 剛才也說到 你們也做了9年了 這9年以來 其實有沒有 哪些 很特別印象深刻的客戶 因為我們也想知道 很具體的 真實經歷是如何的 可不可以請Samuel分享一下 有沒有個案子 有一個客人也挺改變我們公司的 因為我剛才一說 我們一開始本身是做一些線下的生意 而且我們不是賣個人管理產品的 線下生意 我們是賣一些電子產品的 那麼我們一開始說 2013年加入的時候 是在交易電子產品的 但是交易這麼小的時候 認識到一些客戶之後 他就反而調過來問我們 他會不會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 sauce到這個美白牙齒的產品 那我們就 去香港幫你sauce 又沒有 誰知道香港真的有 而且那個 價格是 很有得做的 就開始了做美白牙齒生意 所以現在其實阿里巴巴上面有兩件事 我們都有交易的 有交易電子產品 有交易個人管理的產品 所以 正正好像回應剛才說的 其實是一個交易公司是可以 做不同行業的交易 交易同時之間 在同一個帳戶裡面做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會覺得 有時候 開放心一點 不要確定自己一定要交易 哪一個行業的東西 或者對哪一個行業的產品 才會再跟客人談 反而客人想找些什麼 我們就主動幫他找 這樣反而會發覺到多些商機 好 非常多謝Samuel這個案子的分享 因為其實 剛才你說的那個客戶 波蘭的客戶 其實到現在還是你們的客戶 是不是 就是仍然保持著 是的 仍然在做 我想很多年前開始 到現在仍然保持著 反彈 所以其實有時候 這個例子也帶出 就是有時候一個商機 甚至可能你本身沒有預期的 可能因為市場很大 或者平台其實也很大 買家也很多 有時候在一些關聯性的需求下 其實可以有機會創造一些新的業務 給自己的公司 新的機會 所以Samuel也剛才 我這裡回覆一下 剛才Samuel也說了 其實都連帶下去的一些建議 建議香港的商家 可能叫做開放心一點 我們放棄一些傳統思維 其實尤其是我們也相信 對的 因為香港很多客戶 其實都是做討論的 很多客戶都是做討論的 討論公司當然 你說對比起廠 可能有它沒那麼強的地方 因為始終不是自己生產 但是也有比起工廠強的地方就是靈活性 彈性會比較大 今天我是可能在交易電子產品 明天我只要找到一個正確的產品 我可以代理國人護理產品也好 代理其他的消費品也好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香港商家的優勢 一個模式 還有剛才從Samuel的一些經驗來講 其實也有說過 可以透過很多資料的一些數據 其實可以找到很多的商機需求 透過平台也可以接觸到不同的國家 甚至是一些你可能沒想像過的國家 Samuel的例子就是 連非洲 以前是基本上不會接觸到的 現在也是接觸到非洲這些國家 另外一些國家也可能需要查過才知道是什麼地方 所以其實這就是今天我們本身 希望訪問Samuel的一些問題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擔心 是不是不夠厚 因為我看到其實我們剛才一直訪問Samuel的時候 其實也有不少的朋友 線上的朋友 也有去問一些其他添加的問題 這些是放心的 就是剛才我看到有些朋友也很心急說 哎呀我問那個問題好像還沒解答到 這樣 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我們現在 再來一個Q&A的環節 我們就解答一些現場的問題 是的 所以不如我們再邀請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Daniel回來了 我們不如也看看有什麼問題 問了 我們可以請Samuel去分享一下 好嗎? 好啊 沒有問題 多謝Samuel的分享 以及Thomas的一個訪問 那麼現在就到了Q&A環節了 那麼大家 我手頭上已經收到一些問題了 那麼之後下來有其他問題的可以繼續去問的 OK 那麼 很多謝 首先本身Anna已經很心急一開始就在問問問題了 那麼就說 我們在內地商界有沒有借太子女的服務呢? 那麼這個其實我可以幫忙 是的 我想這個是反而我們出的 是的 我們回答了 不過簡單一點 因為這個就是因為 我們其實 阿里巴巴集團商來說都比較大 那麼我們也有賣金服的同事 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部門的分享可以幫忙支持 那麼如果到時候可能真的因為 就是商家方面有想借太 或者資金周轉流動的 那麼其實我們都可以回到相關的部門 是的 好 那麼就到Samuel的問題了 咦 又是Anna Anne 不好意思 讀錯了Anne的問題 是的 那麼當你面對著外國公司的時候 那麼其實可能你也會 有一些問題 就譬如說 有些物流問題 我不認識的時候 應該怎麼搞呢? 或者會不會對著他們 我要了解他們法律的政策 就是Anna 可能應該是盡後規條的那些 那麼可能這麼多國家 你未必全熟了 對不對? 那麼你會有什麼辦法去處理或者應對? 是的 我會跟客戶溝通了 究竟那個客戶自己了解一下他的資訊 會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很多時候 不同國家要對應不同的物流公司去做 做 譬如可能某一些 某一些物流公司在某一些國家是很難入的 即是他可能會 賜給海關搜查 要收他錢 那些 但是某一些 物流公司 就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很隱應那個國家 對應什麼物流去做購物 這個非常對的 因為我過去也接觸過不少 就是我們自己平台上的供應商 其實也有說的 其實 這些不同國家的法規 或者物流的問題 那些一定有的 就是不同地方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地方 其實最直接就是真的問回買家 最直接找回買家 買家反而就是最清楚 譬如他當地的一些報關 稅行等等 尤其是現在歐洲 BAT也非常厲害 去年推出議例 所以其實這些 其實問回當地的自己買家 他自己也很清楚 因為他如果要完成這個決定 他自己也一定會去做資料 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買家本身已經是資料 可以幫到大家 另外 我看到有些問題就是 Alvin Alvin 就是因應全球一體化 其實很多買家都可以直接跟生產商 或者總代理 直接去訂購 那些產品 如果作為香港代理 你如何去突出你的優勢 或者如何去應對 去做競爭 是的 嗯 就品牌產品來說 如果在全球來說 都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會有那個品牌 就是我們作為貿易商 我們就要找究竟在其他地區裏面 有沒有差價 又或者有沒有代理 你就專門去找一些國家是沒有代理 或者有價格差價的就可以做 香港是可以直接跟香港代理拿 沒錯 這個就是香港的優勢 就是他很容易資料到一些品牌的產品 如果你直接跟代理拿到 而且你的量是可以的 可能你拿到一個好的價格 但是你現在是賣去全球 賣去全球 如果去一些沒有代理的地方 你就有優勢 或者是可能那個地方的物價特別貴 你就有優勢 嗯 所以Samuel的意思就是簡單來說 其實還是要做研究 就是 當然譬如香港我們本身的可以向中國代理拿 但是反過來其實 因為全球的賣家的量實在太多 就是你不可能所有全球的賣家的需求 都集中在同一個代理身上去拿貨 而反過來 Samuel就是找中間的一些差價位 剛才他也說過 找哪些市場 原來他可能沒有代理的 或者可能那些市場 就是沒有代理之餘 可能物價比較貴 香港是有這個優勢的 其實也是可以做生意 而這件事情其實 我覺得也是很合理的 就是其實相反來說 Samuel做了這麼多年 都還在繼續做這個模式 其實就一定是 這個模式也是有他工作的地方 只不過 當然這個我也相信Samuel花了很多苦工 去做這些研究 做這些去梳成 或者我也補充一下 就是可能除了剛剛Samuel和Thomas都說得很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全球這個世界這麼大 總有一些地方 他沒辦法資料到的產品 這個時候 你做就有一個優勢 證明可能 全球我們有這麼多客戶 這麼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客戶 我們在支持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商機 但是撇除了這件事 其實電商上面很講求你有沒有真的操作 或者使用這個平台 Samuel可能這個也有一點心得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說 我們可能這麼多個客戶 都是全球都給差不多相關的平台費用 那為什麼會 展示我 不展示他 所以展示他又不展示另一個呢 其實也很關乎你有沒有嘗試用這個平台 提供的資訊齊不齊全 或者有沒有嘗試用到平台的功能 綁定一些相關的資訊 這個就是講我們去做電商 當然了這個我們各個不同的客戶經理 也會之後再跟他做分享的 但是想帶出的就是 很多時候做電商的 不是說廠家或者公司的尺寸有多大 他就一定是贏 或者一定是有優勢 不一定是 他們有他們的優勢 但是同時一些中小企的商家 或者可能一些one man band 他們都可以操作電商操作得很好 就像可能Samuel以前一開始 都只是兩個人的一個公司 為什麼可以到現在還能做到 其實某程度上 你有沒有用過平台或者做資訊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也可以慢慢學習 我們也會再給予一些意見 可以大家一起加入 好 那就有問到Danny那邊有個問題 就說 收款安不安全? Samuel有沒有試過之前收不到款? 或者之前有客戶走數 這是很實際的問題 如果阿里巴巴上面的信寶訂單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我也有試過曾經收不到錢的 就是有些可能你比較長的客戶 可能因為那些交易費用的問題 就會離開阿里巴巴上面交易的 有時候就是你越相信客戶 打算交易給他 他就越不做了 就是有一個客戶可能已經長期交易了可能超過幾年的時間 但是他可能 他說聖誕節那段時間可能特別好賣 但是他又不夠貨款 那就先給他貨 那就糟糕了 所以一定要收足錢才好發貨 就是無論如何都好 是的 Samuel這個分享非常好 所以比較熟的客戶 如何長期客戶也好 最好還是有保障 所以用回平台的一些我們叫信用保障服務 就是保障賣賣雙方 那麼這些模式就會比較好 是的 另外我看到還有其他問題 好的 就是看到Samuel 之前在阿里巴巴上面平台接訂單 大概數量有多少個 可不可以說一下大概數量 最大的訂單大概數量是多少 我想大概八萬元美金左右 一張單 我的訂單 也十七八萬 一張單 不錯 八萬元美金 美金 是7.6 7.8 這個數學不好 差不多10萬 不好意思 不過Samuel他們的行業就是比較 就是反而量 就是應該這麼說 翻單會比較快 注重翻單的速度會比較多 就是有時候未必一定說 每一單可能要很大的一個數量 或者一個金額 反而就好像剛才這麼說 一年可能如果新客也過八個 就是一百個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那麼另外 就像剛才說 可能20個部分的單 可能它是說 兩個星期左右就會回遲 就是頻率是這樣 嗯 好 另外剛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一個問題 因為剛才我想可能大家聽到 Samuel就是代理品牌的嘛 一些品牌產品嘛 在平台上上架這些產品呢 有沒有說要怎樣品牌授權之類的認證呢? 嗯 如果在阿里巴巴上面的話呢 你要首先搜尋一下 它有一個名單的 哪些品牌 你是不可以做的 因為有一些 copy right的問題 它不讓你刊登 那麼如果你真的一個品牌的授權代理 你就加上那個授權書 如果你沒有的話 就可能提供一些 和那一代理商購貨的證明 嗯 明白 就是 這個我們也可以補充一下 一般來說我們就需要 就是有那個購貨 就是證貨 就算你不是生產 你未必是一個很公平的 一個品牌代理方也好 但是你一定要確保你的產品是證貨 所以譬如 你購貨 你採購的一些 就是invoice invoice 那些都可以拿來做一個證明 就是 至少證明你在這個平台售賣的產品是證貨 是的 好 另外還有一些問題 我也看到了 剛才有提到 有一個朋友 也是Anne的 他想問 就是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Samuel是做代理商的 代理商或者 是的 代理商 有沒有一些 種伏位 就是會不會 會不會比較容易是種伏的位置 還有他想問一下 其實你的方式是不是算是 job shipping 因為 我想可能聽到就是 你們自己本身也有海外倉的一些 一些模式 其實 會不會是都類近job shipping 就是 朋友就想問 我們就不是job shipping 因為job shipping的意思就是說你不存貨 然後直接你一收到訂單 就由供應商開始發貨給客戶 那我們不是這個模式 因為品牌產品就通常不會是job shipping 通常是一些廠才會做job shipping 如果你是品牌的產品 但你通常都是要有個量 跟代理商買起一些貨 這樣 所以我們一定是會 先買一些貨 確保一個低的價格 然後就自己儲一些貨 再拆散 它 就是買去其他地方 因為通常如果你要拿好的價格 跟代理商一定要有個量 那麼 這個就是正正 可能一些海外賣家是小b 不可能拿到這樣的量 那就需要一些中間人 嗯 好 因為剛才Annie那裡有問 其實代理商有沒有一些重複位 不過我想他的意思是想問一下 譬如有沒有說 如果作為一個代理商 其實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可能會不會要小心 沒有踩到地雷 沒有踩到地雷 有沒有什麼 我想你做了這麼多年了 你可能也會有些心疊 我想如果你 trade brand的產品的話 可能真的要留意一下 那些當地的法規都會的 那就是因為有些產品 可能你當地 即下次你香港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可能在某些國家 它是不可以賣的 那這個也要自己留意 還有剛剛也看到 雖然知道Samuel今天最主要是 遮搜買一些品牌的產品 但是也看到有一位朋友 就是Danny那邊說 如果有一些他不是品牌的沒有牌子的東西 就是平台上擺放 如何處理售後問題 或者這個 讓我來講講 我們其實不論 當然你沒有牌子而已 不是說你沒有牌子 對不對 就是一些沒有牌子的產品也好 又或者有牌子的正貨產品也好 其實我們處理的手法 就是一樣的 你說如果就是客戶 就是購買那邊 他有問題的 那其實他可以在平台上 去 利益 大家不用擔心的 因為也保障買賣雙方那邊 其實所有的購買 是不能夠單方面 要求一個退款的 在處理這件事的 在上面 其實 我想Samuel都可能有經歷過 就是他在購買那邊 其實都可以和他一起去 去採取一個方案 是了 希望可以盡量維持到 買賣雙方一個好的關係 如果最後真的談不通 我們也會看回 其實你們的可能會對話 或者看看 究竟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那就不會 一味就說 一定會出現退款 而不去保障商價 這個其實 詳細的 也可以問回客戶經理 看看如果有這個 問題是時候的處理手法是如何 平台上也有八字下字寫 這個可以放心 我想 差不多我們這裡可以再問一個最後的問題 也看到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 雖然用英文問的 我也嘗試再翻譯一下 其實 我相信 Margaret那邊 其實 想問的問題就是 一些 真的可能在交易上 在透過平台上去交易的一些問題 譬如他 想了解一下 如果譬如我出了貨 貨是扣了在 我這邊的關口 或者可能扣了在 對面的關口 可能買家那邊的關口 究竟我能不能夠 都可以收到款呢? 因為貨我已經出了 我不知道 Samuel會不會 簡單地這麼說 Samuel過往 我想你做很多平台上的交易 那麼 有沒有遇到這些 譬如說什麼扣關 等等的情況 或者 可能在 就是叫做線上交易上 透過平台 譬如信保交易 這些上面 有沒有什麼 可能你過往經歷的一些特別的地方 或者可能你覺得 其實是比較有保障的地方 這樣 可以請 Samuel分享一下 如果你說貨品是在信保上面做的 而它是被海關扣了的話 那應該是拿不回款的 不過通常被海關扣了 檢查完呢 它都有機會退回給你的 那就是你都收回貨的 可能就辭了運費這樣 那如果你知道 有些國家是真的 你覺得很高風險 你知道它可能很大機會扣關 那你就 結果可能不要在信保交易 有時候 就是你先收錢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就是try and error 就是有些國家 剛才說過都是某些物流公司 就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 要試可能第一次你 被人靠關 那我會可能再 做一些research 知道那個國家應該用哪個物流 會沒有問題的 那我再試多次記 我會這樣 因為 雖然你今第一次可能是虧了錢 沒有了錢 假設真的被海關充公了 那你第二次再記 如果你真的最後找到一個方法的時候 你是保持到這個客人 是不斷跟你 用同一個方式 去做交易 因為 他是很難才找到另一個供應商 去找到一個適合的物流公司 將這件貨帶進去那個國家 那所以 其實那個顧客的黏度會增加 我會這樣看這件事 這個也是 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我們香港的 就是供應商、出口商或者代理商 或者交易公司 其實都是提供一個服務 一個優質的供應鏈服務 包括了由產品 供應產品到整個交易完成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我相信是透過一些經驗去 去 去針對國家的 那麼這個 這個 我覺得 因為剛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Samuel 就是他的分享當中 其實最後我看到Samuel有留一些聯絡方式 有一個二位賣 大家可以有機會可以再分享給大家 再分享給大家 Samuel不介意大家可能加一下你的微信 那些 是 這裏是Samuel表演出來的 表演出來了 對 就是這個 就是因為 老實說今天我們的時間 就比較有限 因為差不多 可能真的有些問題 未必全部都可以 就是叫做逐一為大家解答 甚至乎可能有些 朋友可能想再深入了解多些 去跟Samuel去做個認識 大家交流一下 心得 甚至乎可能看看有沒有什麼相機 是的 所以這裏其實Samuel也非常大方 真的願意跟大家分享 包括剛剛的數據 甚至乎現在大家在螢幕上看到的二維碼 大家可以跟Samuel去做一個交流 做一個後續的交流 這個也歡迎 是的 所以今天的問題 其實差不多 因為已經十幾條 跟Samuel的分享也非常精彩 就是這樣 很感謝Samuel今天抽空這個時間 跟我們在疫情下 我們依然可以透過線上 去做這麼深入的交流 這個也是其實一種模式 就是因為 現在其實我想 我想今時今日的環境 跟我們兩三年前 在COVID-19之前 其實真的很不同 以前我們沒想到 我們透過這麼多線上的方式 去做交流 做生意等等 其實現在來說基本上 都變得全球 就是因為 以前也沒想到數秒用這麼多 全球也是因為這個線上的方式 其實拉近了很多 就算見不到面 大家都依然可以 就是常常溝通 常常去接觸 好 今天多謝Samuel的 再一次多謝Samuel的分享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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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交給 Daniel 收尾 大家不要離開 稍等 先 謝謝Samuel 我這裡也切腿先了 好 謝謝Thomas 謝謝Samuel 好 這麼精彩 大家給點掌聲先 大家聽不到掌聲 不過給1 給1 給我打1出來 給我鼓勵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很多 很多 看來大家很滿意Samuel的表現 多謝你Samuel 好 然後呢 來個結尾 Q&A暫時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問題 首先問Samuel的 可以直接再聯絡他 多謝Samuel剛剛分享了聯絡 如果你說 其他關於平台上的問題 或者可能剛剛政府資助那方面 其實都會有客戶經理 聯絡你們 然後我們也可以在電話上 再做交流 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可以隨時問我們 最後最後 我相信有時候 可能你們都會想知道 你們的行業趨勢是怎樣 又或者會不會有些資料可以分享 就像Samuel 其實也有些資料 其實我們阿里巴巴都可以提供到這方面 到時可以問你客戶經理 提供了